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MyFraw Letter的Kelly 现在烏克兰正在打仗 我们很希望现身可以快点完结 我们今次会用了烏克兰国旗的颜色 来做我们的花艺作品 希望可以多些人留意到 世界另一边发生的事 大家收到回来的花都可能在沉睡之中的状态 记得要尽快帮你伸花剪脚 养水 几个小时之后花就会回复原来的状态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 记得看我们的花材处理短片 我们先介绍花材 今次会用来自荷兰的黄色屈金蝗 花板边缘有些脚趾 屈金蝗的叶和平时我们见的花 例如玫瑰和小菊花是不同的 它是由几块很长的叶包着花框而组成 我们处理的时候就将我们的叶向下撕 其实平时我会撕掉叶或只留一块最近花头的叶就可以用了 之后我们会用到黄色和蓝色的风信纸 这是未开花的状态 我们介绍一下风信纸的特性 它和其他花是不同的 回到家后如果我们普通拆花 千万千万不要帮它的根部剪脚 即使换水时亦不需要帮它剪脚 因为你看到它的根部现在会粗了 其实在我们的根部剪脚 有些根部份在里面 吸水会吸得好一点 吸得久一点和漂亮一点 另外叶的部分我们如何处理呢 如果我们有松散的叶或烂的叶 我们把它撕掉就可以了 其他的叶是健康的 就没问题了 风信纸和屈金蝗是一样的 就是插入水后它会越来越长得高 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而且它的花碎会比较容易脱 所以大家处理的时候会小心一点 我们有很漂亮 验了蓝蓝灰灰的颜色的康乃馨 至于如何处理康乃馨 和如何帮康乃馨人手开花 可以看我们以下的连结或是IGTV 这种叫做黄孔雀 亦叫做黄银花 或者是麒麟草的 最后我们会用到小飞燕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flower recipe 里面就列明了大约每一枝花的长度 来做以下的arrangement 大家处理好花材之后 就可以将水都入花瓶里面 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后就用我们准备给你的营养粉 可以整包倒进去 然后用一枝花搅一搅 用了营养粉之后可以隔日才帮鲜花 剪脚换水和洗花瓶 到时就用第二包营养粉 就算没有营养粉 也建议大家每天帮鲜花剪脚和换水 鲜花会保持得更漂亮和久一点 第一个步骤 我们会将封信炸在花瓶里面 在前面放一枝黄色一枝蓝色 后面也是这样做 首先黄色一枝 就是加着花瓶边前面 打叉叉地放入里面 然后黄色放在花瓶的左边 所以在后面我就会放在右边 由于我们今次的封信纸 是不需要帮它剪花脚 就算是换水的时候也不需要剪 所以大家就要帮它努力换水 因为会比较容易生細菌 插完封信纸之后 就可以用我们的黄金花或麒麟草 有两小枝 我们会放在花瓶左右两边 其实都是放在我们这四枝的封信纸之间 可以做一个填充的作用 帮助它们 插好之后可以自己散开它一点 麒麟草 你会看到它每一枝小分枝 其实都有多小花 这小花大部份都会全开 不开完之后花会黄很多 很漂亮的了 这次我们的作品是一个三百六十度体 前后体都会是一个很漂亮的作品 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康乃兴 康乃兴有一枝短两枝长 首先用短一枝 就会放在花瓶中间前面这个部份 两枝封信纸之间 然后就做长的两枝 就放在花瓶中间靠后面的部份左右 可以斜斜地插进去里面 你看到后面这枝封信纸会有点短短的弯 是因为它在水里面都很一辣 所以就会越来越长 长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向下弯 就很需要靠我们旁边的花瓶来做承托 其实我们平时拆花除了可以看它有多漂亮之外 都可以闻一下每一朵花有什么不同的香味 这次如果你们闻封信纸 就会发觉有一个很清甜的气味在这里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黄色的骨金香 第一枝就会放在前面这枝康乃兴的铢面 到另外两枝了 其中一枝我们就会放在花瓶的左手边 康乃兴的旁边 然后在我们花瓶的右边靠后面的部分 我们放在另外一枝下来 这枝就会把花头向着后面 最后我们就会用到小飞燕 会放在花瓶中间靠右边的位置 打直拆进去 你会发觉小飞燕可能会有一些花粒容易脱落 脱落的话如果它完整无缺还很漂亮 其实我有时会放在一个小杯里面 它可以做一个小的装饰品 其实也很好 你会留意到我们今次的花瓶尤其是封信纸 是比较粗的 如果我们插到花瓶之后 你看到是塌塌塌陷了 这花瓶没有空位的话 就代表花瓶太小 吸不到水吸得不够好 大家就要换一个大力的花瓶了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的花艺作品 其实插花都不是想象中那么难的 接着我们一步一步做就很快会搞定了 如果大家在刷花方面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做完之后记得拍一张照片 传给我们 每个月最美的我们会送一盒花给它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